女士忠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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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什么 这是喷鼻子的 因为我从小 到两年前都是 两个月就病一次 然后每两个月 就要吃一次抗生素 那不好 对 真的非常不好 然后就找到原因 是因为呼吸道 然后就每天很多沉 很多灰 所以就 敏感 对 所以就每天早晚都要 表演之前都要喷一下 用完这个就好很多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指摇开 哎呦喂 这是什么 这是有特别的用处 这是什么 就是塞进鞋里面穿进去的 鞋拔子 鞋拔子 对 这个要说一下 这什么 防晒 我每天早上出门都会查防晒 你是怕黑还是怕皮肤 怕皮肤不好 不好 嗯 怕皮肤不好 当然要用我们的 珍珠美学 灯泡机系列 对啊 这个呢 眼镜 这也是我就是 会戴的 所以你是近视眼毛 佳儿 对 你多少度啊 我应该是四百度 你这么重的近视 你不戴眼镜的吗 就我怕就是 我戴的话就这里 老是有那个印子 就很难受 哎 那基本上 是不是我们这个位置 其实你看不清楚 我们长什么样子啊 是真的 是真的 你看你白化妆了吧 花那么美 他真不看得清你 你们的轮廓 我是看得清楚的 你看得出来 我是一座山吗 会不会在王家人的世界里 我是一座包纹的山 所以你平时也不会戴眼镜 所以你平时也不会戴眼镜 就是虽然你是近视 但你什么眼睛都不戴 对 那你在台上那次是怎么摔下来的 难道不是因为近视吗 不是 当然不是 是因为大意 大意 你一脚就踩空下去了 还好啦就没有 就骨头一点点就没事的 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 那帽子很眼熟 加尔的标识就是戴帽子 然后一个运动衫 一个那个鞋胯包包 是不是 对那时候 所以你每次上台唱歌 都会戴那个帽子的原因是 就一开始会自己觉得 可能目前为止 我给大家的一个印象 或者一个形象 任何曝光的一个机会 都是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 我说单独 然后就可能 可能那时候的那一关 我自己都过不去 然后就 我只是希望就戴着帽子的时候 就 你别看我的脸 你也连我谁都别看 你就看一下这个舞台 如果你被感染的话 就谢谢 原来是这样子的 他只要一上台 就非常的有活力 他是真的在台下 和台上是两个人 他台上超级自信 你在台下的时候 我是能感觉到 你那种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包括追星 他看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rapper 然后他直接走上台 他也没有管那是什么舞台 直接拿起麦说 用英文中文和英文双语 介绍这个rapper designer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就觉得 他是有男生的那种 passion 但是又有男孩的那种 power 所以他的这种 英语全部用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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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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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语